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一群人在那边用大声弓在那边骂中共 或者是大声的播录音带 你到中正纪念堂到1011到哪里 然后摆满了路边 全部都是各种各样的反共的标语 然后说中共要灭亡啊 多可恶啊这些东西 就是完全是政治上反共的这个声音 你不管到台湾的哪一个风景名胜那边去 尤其是大陆观光客必到的地方 他们也就会去 你应该已经听出来了 这些人就是法轮功的人 我觉得我很怒的事情是什么 就是我到中正纪念堂 我甚至我在故宫博物院 他都在门口在那边搞 我们如果是一般人 我们在地上摆了这么多东西 大声弓炒到别人 警察会把你赶走 你扰乱公共秩序 而且他们是长年每月 一年365天 但是为什么警察不敢动 我有一次在故宫门口 我就跟他们对骂 为什么你要吵我呢 我在中正纪念堂也跟他们对骂 就非常非常的吵 这非常可恶我觉得 我必须要讲 法轮功在台湾 它是内政部合法登记的一个团体 但是你合法登记 你不能干违法的事 那你为什么可以干违法的事情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台湾的一般人也不太关心法轮功 但是他在台湾也吸纳了很多 非常强而有力的支持者 那法轮功到底是什么 信仰组织吗 还是它是一个政治团体 它到底是什么 台湾信仰自由嘛 宗教自由 所以你会看到天主教 基督教 佛教 很多的各种各样的民间信仰 其实官方也很少管 传统上你有这个民间信仰 你有各种各样的宗教自由 另外呢 这些信徒都是选票 谁敢管啊 但是你会看到佛教 他也会办学校 基督教 天主教 他们也都会办学校 但是因为这些属性都很清楚 这些宗教团体 劝人为善 他的政治性格是不强的 那当然选举的时候 人家也会来拜托公庙 你看像妈祖庙 妈祖信仰在台湾多么重要 所以妈祖的信徒就成为很重要的选票来源 每一次台湾选举的时候 就会很多人想要去沾沾妈祖的光 这个我们都习惯了 但是法轮功呢 因为他政治性格非常强 他有非常非常清楚的一个立场 就是他反共 他不但反共 而且反倒要把共产党给干掉 要把中共给干掉 这个就是他的目的 所以他到底是宗教团体呢 还是他是政治团体呢 那为什么我会想到法轮功呢 就是法轮功最近他有一个很重要的 在台湾的第一代的一个领导人 台大经济系的非常著名的教授 张清熙 他过世了 张清熙你想想看 他是台大经济系的教授 可以说是台湾经济学界很重要的一号人物 而他又恰恰是法轮功的支持者 我不能够讲信徒啊 因为法轮功到底是什么东西 他是一个宗教组织还是什么 所以身负着传播的重任 也就是说张清熙 他在台湾有最重要的两个角色 一个是台大经济系的重要的教授 另外一个呢 是法轮功的重要传播者 那因为他在台大经济系的这个地位 当然就帮助了他传播法轮功 而现在他过世 所以我就在网路上找一找 不小心捞到一个东西 很奇怪的一个东西 张清熙是个教授嘛 他怎么会变成是一个工商职业学校的董事长 这很怪 来来大家看一下 看一下我在网路上捞到 这是一个台北市市林地方法院的一个公告 关于财团法人 他们依法都规定说地方法院我要公告 你有什么变化的时候 那这个公告就牵涉到敦旭工商 敦旭工商是在一个台北市的一个非常老的一个职业学校 它是由黄次伦先生 他所创办 黄次伦先生他是外省人 热爱台湾这块土地 所以捐钱捐土地 新办 敦旭工商职业学校嘛 其实也是对台湾的产业有很重要的贡献 但是因为现在整个台湾的环境不一样 所以他现在很没落 敦旭工商是个职业学校 为什么台大经济系的教授张清晰 法轮功的传播者张清晰 会突然变成敦旭工商的董事长 根据法律 敦旭工商它是一个私人的学校 它都必须是财团法人 那你有任何的变动 你就必须要公告 所以这个地方法院的公告就这么回事 就刚好有这个张清晰的名字 被我看到 张清晰怎么会有财力 去变成敦旭工商的董事长 董事长什么意思 就是他是一个学校 学校最高的是校长 台湾的私立学校是这样 校长的上面 你是要有个董事会 董事会里面就有董事 有监事 然后大家选一个长 叫做董事长 那谁可以当董事长 资本多的人就当董事长 跟公司一样 我投了钱 我掌控这个董事会 张清晰本人的财力 应该是不足以自己去买敦旭工商 他背后的财力 是不是来自于法轮功 我们都知道法轮功很有钱 他在美国 台湾都非常有钱 那法轮功这个组织 为什么他要去买敦旭工商 他买下敦旭工商 他要做什么 法轮功太神秘了 这一个神秘组织 第一 他强烈反共 那我们在台湾 如果是政治团体 国民党 民进党 你也不可能有内体 但是法轮功 他旗下有媒体 他有新唐人电视 这是个电视台 新唐人电视 他还有一个报纸 叫大纪元时报 他还有一个广播电台 光是在台湾 希望之声还是什么 他在美国也有很多的媒体 所以这个组织 是一个有很多裁员的一个组织 他有声量的组织 他有影响力 他有很多媒体 他就可以发出很多声音 那这个团体在台湾是备受保护的 为什么 一 他背后跟美国的力量 紧密的连接 二 坚定视中共为仇敌 这个跟台湾的主流的台独的立场就一致 所以台独觉得你我是盟友 你也反共 你恨不得中共灭亡 法轮功最重的标语就是 中共要灭亡了 中共要灭亡了 当然全力保护法轮功 第三 法轮功既然有钱 有影响力 也有智者或者是信徒 所以他对台湾的选举就会有影响力 在台湾得罪法轮功没什么好事的 张清晰之后呢 他现在的一个理事长是张景华 他是台大的新闻研究所 也是一天到晚一天到晚 用一种特殊的方式 支持太阳花的 所谓反媒体垂断 其实就是一直在防堵反台独的各种各样的力量 暗暗的支持台独的这些人 所以你就发现了 法轮功的利益跟台独的利益是在一起 他们的政治属性都很强 为什么 法轮功他在台湾的第一个最重要的支持者 推动者 传播者 张清晰 他去当了敦续工商的董事长 这是代表法轮功把手伸进教育主系吗 他要训练一批又一批的 从年轻开始就洗脑年轻人去加入法轮功吗 还是要利用这个学校的体系 洗脑年轻人加入反中排毒的这个体系呢 这非常奇怪 我想在台湾也不会有人注意 也不会有人关心 所以台湾现在变成一个 只要你反共 只要你反中 亲美 支持台独 你几乎可以为所欲为 台湾不可能容忍一个政治团体 去拥有一个学校 因为张清晰是董事长已经确定了 那么如果他背后的资金来源是法轮功 现在很多私立学校他都撑不下去 所以敦续工商就被法轮功 所代表的资金吃下来 如果这是确定背后的逻辑是这样 那么法轮功到底要做什么 我们是不是要想清楚 台湾的职业教育已经摇摇欲坠 那很多学校因为扫死化又撑不下去 那么还有多少学校会陷入更多更多的法轮功这一类的资金 也不要一起观察 也不要一起观察 我发现费了练功能 你也我第一次啊 我发现市場阻力量 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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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